昨天5月31日,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,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,发表超纲的言论,公开表示支持中国和华为。 在日本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上,王瑞杰称,除了和北京合作,美国没有更好的选择。 他还说遏制中国只会带来更坏的后果,亚洲各国乃至全世界多数国家都不想选边站,希望能够进行开放的贸易,进行科技交换。 在同一会议上,马哈迪更是罕见公开谴责美国,他表示马来西亚将近可能多的使用华为技术,并称美国不可能永远在技术方面领先,世界应该接受中国成为科技强国。 他表示对美国华为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不感冒,华为想怎么监视都可以,因为马来西亚透明,并且毫无遮掩。 马哈迪还强调了亚洲价值观,称华为的研发能力,远远超越马来西亚,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有很强的研发能力,但华为已取得了超越美国技术的巨大进步。 他们必须接受,如今东方世界也拥有这种能力。 如果我无法领先,我就查记你,我就派战舰。 这种模式不是竞争而是威胁。 感受一下,马哈迪演讲视频。 视频来自YouTube,South China Morning Post,马哈迪如此刚的言论,引来了大家的围观。 美国彭博社评价道,马哈迪的公开表态,表明美国争取盟友地址华为的愿望正在破灭。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马哈迪尔的表态说明,在引入新一代通信标准的政策方面,马来西亚和美国划清了界限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5月31日,因此盛在马哈迪,表示,马哈迪总理的表态,说的是一句大实话,也是一句公道。 希望各别国家能够认真听一听马哈迪总理的忠告。 英国电信运营生意义,正式在英国六个主要城市,伦敦、卡迪夫、爱丁堡、贝尔法斯特、伯明汉以及麦彻斯特,开通第五代移动通讯5G服务。 华为是英国5G网络建设的合作伙伴之一。 英国BBC,今天首次使用华为设备,感受5G网络直播。 在直播前,BBC科技记者罗里还在推特上表示,我们的直播要使用这个关键设备,华为,出视频感受直播过程。 由于5G流量太大,超出新闻主持人手机SIM卡数据传输的限制,导致直播延后。 随后,另一位记者用推特进行文字直播,称5G的网速超快,还有人亲测了伦敦各个地段的5G网速,网速高达680Mbps。 随着支持华为的声音越来越响,你怎么看今天爆出的最刚言论?